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花色明亮,花期超长的小花,Zenia Zenia我们的中文叫百日菊 这个花呢,非常容易吸引来蝴蝶 而且呢,它吸引来的蝴蝶呢,都非常的漂亮 真说蝴蝶呢,蝴蝶就飞过来了 这个百日菊呢,它吸引来的蝴蝶呢,颜色呢都很漂亮 有时是黑色带有黄色的那种花纹 有时候呢,是橘色的或者红色的,都很美 感觉不同的花呢,它吸引来的蝴蝶的品种呢,也是不同的 我种的曲曲花呢,它吸引来的蝴蝶呢,都是白色的 然后呢,都普遍比较小一些 那这个百日菊呢,它吸引来的蝴蝶呢,就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它的体型呢,也都普遍呢,比较大一些 这个百日菊呢,它种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容易 我当时呢,是买的一包混合的花种 就是有各种颜色,各种花形的花种是在一起混合的 那然后我是五月底开始播种,撒在一个大花盆里 那大概七月底就开始开花了 从播种到开花呢,就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呢,它特别的容易打理,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照顾 只要定期的给它浇水就好,保持盆土湿润 我们来看一下它几个不同的花形和花色 我们先来看这一朵粉色的花 那这个粉色的颜色呢,非常的柔和 而且呢,它的花形呢,也很美 层层叠叠的非常的饱满 这朵橘色的花呢,也是非常的美 那它的花形跟刚才的那个粉色的呢,就完全的不同 它看起来呢,有点像迷你型的向日葵 给人一种阳光温暖的感觉 这朵红色的花呢,也是很美的 它的花朵的质感呢,有一种丝绒的感觉 这朵花呢,是在7月25号左右开的 那今天已经8月14号了,大概已经20天了 那它看起来还没有要凋谢的样子 我的这盆花呢,从大概7月20号左右开始开花呢 到现在,今天8月14号,还没有一朵呢,发生凋谢的 所以说呢,它的花期呢,真的是非常的长 单朵花的花期呢,最少有20天 这个花呢,它也是非常耐热的 那前一段时间的高温呢,院子里面的很多花呢,都不开了 有些也凋谢了 但是这个百日菊呢,它依然开得很好 那也没有发生叶片灼伤或者花朵灼伤的情况 它不但耐热,而且呢,非常的扛晒 怎么晒也不怕 那我给它选的是一个全日照的环境 大中午的太阳呢,怎么晒它也没事 这个百日菊呢,它地栽呢,也是非常美的 如果你要是选择盆栽呢,还是建议大家选一个比较大的盆 这样的话,在它的花期呢,就有一种爆盆的感觉 开花呢,是非常震撼的 那我的这个现在还没有说,完全都开花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它里面呢,还有一些花苞呢,还没有打开 今天关于百日菊呢,我们就聊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关注,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